接下來我們又到羅斯來挑戰一下這次的地獄機 這隊可以解三個成就 剛好是三個成就都達成 媽呀 三成就等下也會是 6 combo 6 剛好 不帶綠珠嗎 綠珠是什麼意思 6 等一下是不是該洗個禁了啦 這樣會被打太快 而且每一關剛好都是暗 暗屬性的耶 10千獎6 欸 其實 打起來真的滿輕鬆的耶 不用帶那個 這個 用帶合體OK 還OK 第三關了 第三關了 我們藤哥 藤哥還是藤甲 反正就是石中藤 欸 這邊是不是要 開個爆發啊 對 要開個回血的 對 要開個回血的 對 要開個回血的 好像應該要開回血 好 忘記開回血的了 欸 其實開顆的也可以喔 對不對 開顆的也多棒 嗚 哈哈 居然跳起來了 太神啦 我想是要開這個 不然就再開龍刻比較快一點 不會吧 它想也太厚了吧 還是說這對沒有月狼之後就蠻弱的這樣 擋出畫面了 走開 這邊感覺慢慢嚕就可以過去了 很棒 這隻嚕一嚕就結束了耶 打水珠全部留下來唷 我身上天的靈彎 來一把 一把 上一身又有 來洗一下技能 我覺得應該開個龍刻吧 保險好不好 龍刻就帶增傷的那種就行了 那個金獸是不是應該先開啊 它不是有兩回的增傷嗎 但我覺得這樣傷害應該夠啊 嗯 很夠 太多 太多光珠了 這太多了怎麼辦 好 把它蓋住 蓋住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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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 感動 好 應該可以過了 全成就 一次三成就就是這樣解啦 漂亮 到時也是可以輕鬆過 這龍刻是什麼 不重要啊 你隨便帶一個增傷龍刻都可以 然後這 對 這龍刻是CF的 不過我也不太建議帶這個龍刻也太轉 轉光珠出來我也有點困擾 好